你以為選對了跟自己膚色一樣的粉底 就可以畫出很完美的妝嗎 其實調色更重要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剛剛看到尤思琦老師在臉上 點了超多不同的顏色 你以為它是亂點亂畫嗎 其實不是喔 它可是利用色彩的三原色 才可以畫出這麼漂亮的妝的 專業彩妝師在解決臉上皮膚的色差問題 可是一個學問 像尤思琦老師啊 她自己很喜歡一個綠色的遮瑕膏 其實綠色的遮瑕膏可以專門來針對 有一些皮膚比較容易泛紅 或是痘痘的問題肌膚 台灣很多 我覺得蠻多女生 她們的膚色就是會有點敏感嗎 就是看起來啦 對 泛紅 就是說看起來敏感啦 可是不見得敏感 尤其到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是臉超紅 因為太熱 快快的 對 就是可能太熱太悶 然後其實她的脖子可能是正常顏色 可是臉超紅 像我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我一定會再另外準備像這種綠色 這綠色怎麼用啊 這綠色超好用 什麼東西 每天必備 全臉用 它沒有限制 它的概念就是讓你全臉活用 就是你想怎麼用怎麼用 所以我 而且它很薄 就是 對你看它就是很薄 那當然說 如果你皮膚很油啦 你可能就要用到 稍微比較控油的綠色 就有些夏天會有 然後像現在這個天氣 因為我想要保持皮膚的濕潤感跟光澤感 我就覺得用這個就很大 而且它很薄 就不要改變太多 因為有些人的紅是一點點 那比如說像另外這個雪花袖 這個綠色呢 就超級 比較濃力 就是有些人是真的需要用到這樣 你那個打粉底才會漂亮 否則它可能一下子泛紅 因為只要一泛紅就會反黑 它的臉就會比脖子黑很多 其實它是 有可能是褐紅色 就是有些人年紀比較大 或是膚色 它有沒有 有些臉很黑 可是波子很白 這些人有時候是反而是 你看它的綠就很濃 可是它就可以把大部分的紅 全部都蓋掉 然後你蓋掉之後 你再上粉底 它的粉底顏色才會自然 而且會反映出它原本粉底的顏色 像剛剛是用綠色啊 來解決我們有一些痘痘啊 泛紅肌的困擾 像有一些我們黃種人的膚色 比較容易辣黃 很多人就可以用紫色來解決 利用色彩的原理來解決 膚色的瑕疵 是一個很好的很大的學問 那第二個呢 就是很多人啊 會在上粉底之前使用妝前打底霜 那尤思琦老師其實還蠻喜歡 就是Laura Mercier的妝前打底霜 那妝前打底霜 其實很多人用到珠光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膚質大油田的困擾 應該要怎麼解決呢 我覺得妝前啊 你不管是做對保養 或者是妝前打底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它會幫助你底妝持久之外 它會省很多力氣 就會讓皮膚看起來很漂亮 因為我們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其實被就是我們的客戶 他來的時候狀況會怎樣 有時候你沒有辦法知道 他有可能就是比如說最近熬夜 或工作特別累的時候 他可能皮膚就會有很多狀況 比如說皮類感 或是脫皮 或是點點點 就很多嘛 或是突然長一個大兜兜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是我最近 特別愛用的 然後呢這兩款 但這個牌子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們妝前打底 就Laura Mercier 它妝前打底非常非常有名 在舞台上或是你任何人 就是甚至拿手機牌 只要有光線有打到 皮膚看起來就是透亮跟 看不出來好像打什麼底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 是我最近覺得試用過就是 非常非常 對 非常厲害的妝前打底 我是不建議說 出油量非常大的人這樣用 可是對於 比如說現在乾 對 或者是你T字油就不要用 可是你這個臉頰 這個部分 其實有上到這個妝前打底 我都覺得效果非常好 如果說這個人 他的皮膚比較乾 我會先用這個就是保濕的 我會先打一層底 就是抹全臉的 對 然後先讓他這個保濕的成分 先吸收一下 然後呢再過來我就會 比如說這個 加這個保濕的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是 它有點珠光的效果 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珠光啊 是因為你看它的顏色 就是不改變膚色 你知道有些珠光如果是銀白色 藍白色 你有時候會跟脖子比 因為我們還是黃種人嘛 它有時候會顯得 它可能比較適合白種人的膚色 不太適合我們黃種人的膚色 可是這一罐呢 它就是有點橘粉色 所以你打上去的時候 你皮膚的光澤還有氣色 我覺得都是加粉 然後它很自然 它就是不會 莫名其妙的 讓你的膚色改變太多 化妝的時候 我是兩夾是用這個 可是像有的人T字的話 我可能就會用那個控油的 因為這樣化起來的時候 它可能早上化妝 它晚上的演出 或者是它要撐到晚上的時候 到晚上它的妝都不太妥妝 解決了粉底膚色的困擾啊 其實很多人還有黑眼圈的困擾 黑眼圈到底應該怎麼遮 或者是做完眼妝之後 你還有什麼秘密武器 這一款產品呢 因為它是兩個顏色 它叫做眼皺蜜粉 然後像我這幾件事 黑眼圈蠻嚴重的 就是我這邊前面這一條很深 我都會最後 就是把眼皺打亮 然後我最喜歡啦 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這兩個顏色調一下 因為這個顏色比較黃對不對 那可能你青色的黑眼圈 或者泛紅的黑眼圈 你去掃它的時候 它就是修飾效果很好 然後如果說你眼妝很容易暈的人 我建議就是用更密的刷子沾它 然後在最靠近睫毛根部地方按牙 它的定妝效果就會 讓你的眼妝更不容易暈染 不過這兩款就是 大家可能要碰一下運氣 要去專櫃登記一下 因為它現在已經大缺貨 像我自己開課的時候 最多人問的就是 眼妝暈染怎麼辦 其實眼周有沒有定蜜粉 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還在煩惱這件事的話 你想要讓你的眼妝暈染時間拉長 或是不要暈得那麼大片 你一定要用蜜粉 尤思琦老師也常常跟一些明星藝人合作 像那些站在舞台上的一些大明星 他們其實在化妝的時候有哪些重點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這個化妝包裡面的東西可以隨時替換 或是說這個藝人他就是要用這一款粉底 或是這一個眼影 就像是比如說這個Coco用的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東西是放在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隨時替換 它固定會用的比較適合它粉底 比如說它最近都是演唱會 可能就是那種防水的 然後還有就是亮片 比如說如果是演唱會 就一定是那種大亮片啊 然後很多顏色鮮豔的眼妝產品這樣 它會有它的輪廓 就是它適合 因為每個人的五官不一樣嘛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以藝人來說我覺得他們先好看 所以它有基本上那個輪廓之後 它會提出來它想要的 比如說顏色 那我就會跟它講說 這個顏色裡面我們大概怎麼畫 那因為彼此很了解嘛 所以那個中間的溝通 我覺得應該算是各一半吧 很排斥喔 我覺得倒是還好 只是說它對於那個口紅的顏色 它就是很喜歡 因為它就是它的美感是非常 就是歐美 就是你知道就是 現在流行的歐美妝 其實它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到現在都是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比如說它唇色 它就會非常走那種奶茶色啊 那種裸裸 然後橘橘粉粉 可是不是那種大紅色 就是它平常的風格就是 大概都是這個唇色是這個風格 我覺得它倒是 這個唇色這一條線呢 一直都是維持 對 眼妝的風格 我覺得它也算是比較歐美派吧 就不管是眉毛眼妝 都是屬於它 它就是沒有追求 比如說大雙眼皮啊 應該算是比較歐美 比較稍微豔利款的 這種 比較應該算是比較辣嗎 你知道就是那種妝 對比較曬過太陽 然後很健康 然後很比較 應該算比較豔利感的那種妝容吧 像我自己啊其實很重視眉毛 因為眉毛其實就是一個 五官立體的關鍵 那尤思琦老師其實也會推薦一個 他非常喜歡 而且一用就用好多年的 眉粉的小物 Intergreen的這個眉粉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大概是我用的第二盒或第三盒 然後都一樣就是 因為我很大愛總結這兩個顏色 然後我只是在用這兩個顏色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發色度 或者是它顯現出來的那個 顏色的那個色調 剛好就是我覺得是 我運用起來 就是通常畫眉毛裡面 最會先上的兩個顏色 嗯 以上就是尤思琦老師的一些秘密武器 跟一些彩妝技巧 如果你還有想要知道 哪個彩妝師的一些秘密武器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